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学是西方的一个词 音乐学这个词 我们看英国的 法国的 德国的 意大利的 它有不同的国家 它有不同的写法 外国字不一样 那么这个学科是我们国家 这是在西方形成的一个学科 这种学科 音乐学这个学科 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 开始到传入到我们国家这个学科 但是我们知道 中国的最早的音乐学院 大家知道是哪个音乐学 上海 上海叫什么学校 国立音专 哪年呢 哪年 1927年 在上海成立了国立音乐学院 国立叫国立音乐院 到第二年改成上海国立音专 那么这个是我们国家最早的音乐学院 但是在这个时期 音乐学这个学科的概念 还没传入到我们国家 它还没有一个音乐学这个专业 而我们国家呢 就是有音乐学系的 有音乐学专业的 大家知道最早是哪个学校 哪个学校 有人说中国音乐学院 有哪个学院呢 对了 最早是五十年代 在中央音乐学院 就有音乐学专业 那么这个专业 这时候呢 我们国家大致开始知道 有一些音乐学才设立了 而第二个设立音乐学系的 是上海音乐学院 在1982年设立的音乐学系 而咱们学校武汉音乐学院 设立音乐学系 是在1986年 是全国第三个音乐学系 而后 中国的所有的音乐学院 都设立了音乐学系 大家知道 全国有几所音乐学院 九所 九所现在全都有音乐 音乐学系了 而在其他的一些 综合性的大学里面 比如说华中师范大学 他们可能在研究生的层次 设立了音乐学的研究生 比如说研究中国音乐史 西方音乐史等等 民族音乐 他开始有研究生 但是他们还没有音乐学系 在南京艺术学院 它里面的南京艺术学院里面 一个音乐学院 音乐学院里面下面 它有一个音乐学系 它设立音乐学系了 那么他们南京艺术学院 像这样的南京艺术学院 音乐学院实际上相当于一个系 系下面 它有音乐学院 又下面又有一个音乐学系 那么它是这个建制 那么这个建制 就是他们设立 其他艺术学院 有没有音乐学系 我不知道 因为南京艺术学院的 音乐学的实力还挺强的了 所以他们有音乐学的专业 那么我们武汉音乐学院 是设立的第三个 全国的设立音乐学院的 设立音乐学系的一个学校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这个学科 实际上音乐学这个学科 它真正的是比较深入人心 是1978年以后 那么开始设立了 就大家了解了音乐学这个概念了 那么实际上对音乐学的这个研究 在中国实际上很早就有 极尽有了 我们国家的古代 实际上对音乐学的 有很多做法都这样 那么这个呢 就比如说在周代时候 周代时候就有采风 大家也听说过采风吗 什么叫采风啊 什么叫采风 采 采这个采色去掉三片 这个采 风什么东西啊 风俗 我们也可以讲风俗吧 那么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采集民歌 那么大家也知道 采集民歌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就是 大家也都知道的 就是周代有个什么东西啊 采集民歌集啊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 诗歌种籍 那么这就是很多采的都有风 那么风 这个诗经包括几个部分呢 风亚颂 风就是民歌 亚是什么东西啊 宫廷的音乐 亚 上课大家上古代音乐史 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了没有 还没上啊 那么就是它是宫廷音乐 亚颂都是宫廷的 跟祭祀 仪式有一定关系的东西 那么风 这里面分十五国风 就是一些民歌 这些实际上 采集一些民间的音乐 这实际上 它也是音乐学的东西 所以历来 有很多中国古代的历史上 没有音乐学这个概念 但是有这么一些行动 而音乐学 我们今天要讲的音乐学呢 这个概念 是西方的一个概念 它在欧洲的很多国家都有 这是 刚才 这是一些不同的名称 那么音乐学什么东西呢 音乐学的定义是什么呢 大家看 这个定义呢 是 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 里面的一个定义 音乐学什么东西呢 它是研究音乐的 所有理论学科的总称 那么这是音乐学 所有音乐学 它对于音乐理论的研究 都叫做音乐学 那么这是大百科全书 给的这个一个定义 那么大家一看 Music College 这就是我们在国外的 这个音乐的音乐学的这个词 那么 音乐学的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透过与音乐有关的各种现象 来阐明它的本质 极其规律 那么干什么呢 要透过与音乐有关的各种各样的现象 来阐明音乐是个什么东西 它的规律是怎么样的 能不能搞音乐学呢 就是它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它对一切的东西 都持怀疑态度 想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常常习以为常的事情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这是音乐学 能不能搞音乐学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那么我经常会跟大家说 人呢 跟学生说 人越学越无知 这句话怎么样 对不对 谁说看 人越学越无知 那么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 你们学到这么些东西 你们不知道的东西就这么一点 然后有的人呢 学了这么多东西 我学了这么多东西 我不知道的东西就这么多 所以人越学越无知 这句话对不对 就是说你们现在对我上课 一定要持怀疑态度 这就是能不能学音乐学的一个先决条件 就对任何一个老师上课 你要想 这个老师讲的对吗 我们看任何一个书 你这个书写的对吗 经常我跟考本科和考研究生的同学说 大家都看过我那个书 考试那个书 你这个时期 你就觉得我说的 我那书写的一点不错 千真万确 句句是真理 但是进到学校以后 你就要会问 你要想 你的书写的对吗 是那么回事吗 所以你们现在包括上我的课 或者上任何一个老师课 都要随时带着讲的对吗 这就是能不能搞音乐学的一个基本的才能 那么刚才这个同学说了 我这个 你看我原来你就学这么多 经过四五年的学习学了这么多 我应该知识学的越来越多啊 他是这个跟我反的反向思维 那么这种思维呢 它不叫反向思维 这个思维是我们惯常的思维 就是我们代表说 一年级肯定 二年级肯定比一年级知识多 四年级肯定比三年级知识多 但是你要反过来想 应该是 我们经常应该是想到 你学的东西越多 你实际上你不知道问题越多 经常我会跟大家同学说到 杨一柳先生一个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那么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这几个字 大家都看明白了吗 大家看明白了没有 懂不懂啊 有的同学肯定说我懂了 那么 接着就会来问题了 懂了 那么我就会问了 同学就要说了 什么叫做中国呀 什么叫中国 那么有人说了 中国经常同学回答我 什么叫中国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中国 那么我就问了 清朝是不是中国呀 是中国 对 清朝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不对 台湾是不是中国呀 是的 但是台湾它现在叫中华民国 是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中国这个词 在历史上就有了 在古代就有中国 中国这个词呢 它不是指我们现在这个 中国指什么呢 它指中原一带 叫做中国 那么 我们这个 这个首先就要知道 什么是中国 那么中国它的内涵与外延 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有学术的 一个很认真的一个学术问题 那么除了这以外 就是我刚才讲的音乐了 音乐 什么是音乐啊 你们想没想过 什么叫音乐啊 你们回去可以看各种词典 上面它讲的都不一样 什么是音乐 你们去看一看 那么接着就是石稿了 什么叫做石稿呀 什么叫石稿呀 石稿首先一个就是历史 那么什么叫做历史呀 过去的事情 我们以后再讲 讲到音乐史学的时候 我们再讲什么是历史 不只是简单的过去 过去发生的事 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所以真正学到一定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不懂的东西越来越多 这证明你的水平提高了 而你觉得你现在都知道 你水平实际上是很低的 而且我们讲不知道 不能简单的 我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原因 为什么不知道 要知道不知道的原因 在什么地方才行 所以我们讲呢 这个音乐学 它干什么呢 就是透过它的总任务 透过与音乐有关的各种现象 来阐明它的本质 极其规律 音乐学 它包括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所以它知识是学无止境的 所以为什么音乐学本科学五年 而其他专业学四年呢 我们现在课程还减少了 以前我们的课程 前很多年 就是其他专业上四年 上二十多门课 而音乐学系上将近五十门课 所以才能毕业 所以音乐学 它学的东西非常多 那么比如说我们讲音乐学 这是大百个全书 讲的音乐学的概念 那么音乐学来采明它的本质 就是刚才我讲了 什么是音乐 那么有人看了 大爷看了词典 他会讲的 什么叫音乐呢 音乐就是有组织的乐音 的运动叫音乐 这个概念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那么大家想想看 中国的打击乐 是不是音乐啊 是不是音乐啊 是音乐 那是乐音吗 那是噪音 是吧 噪音各种打击乐 它同样是音乐 于是有人说了 什么叫音乐呢 音乐是有组织的乐音 和噪音的运动 对不对啊 这应该很全面了吧 对了 这个同学说了 还有休止了 一个休止 一个最极端的例子 就是约翰凯奇的四分三三秒 对不对 他把它扩大到极致了 一心休止符到了四分三三秒了 所以 约翰凯奇的四分三三秒是音乐吗 是音乐 那那好了 我们音乐学系 我们音乐学院的同学 最后毕业的时候 全搞四分三三秒 三秒二十二 三分二十二秒 那搞毕业音乐会不就得了吗 对不对 那么不是音乐 我们干嘛在音乐学 上西方音乐史来讲这个 那么于是 这就是音乐是什么东西了 所以音乐是什么东西呢 是一个非常深奥的问题 我们以后再说 所以呢 但是音乐它的本质是什么 它的规律是什么 那么这是我们音乐学要研究的 所以音乐学真是一个好的专业 研究这么艰深的问题 如果大家不喜欢音乐学 不喜欢研究这个理论问题 不喜欢对一切事情持有怀疑态度 持有分析问题的能力 那么就是 于是就是我说的 上了这一船 就很糟糕了 就会很痛苦 因为咱们音乐学系同学 原来曾经有同学 跟我表达 他们这么一种痛苦的心情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痛苦 他说我简直是无法 在这学校待下去了 我说那怎么办 退学呀 我说你那时候干嘛考这个 我说你 为什么要考音乐学专业 你那时候 他说 不是其他学校考不上吗 我说那怎么办呢 你现在这么痛苦怎么办呢 退学 那不行 那不能退学 退学其他学校考不上 怎么办呢 所以音乐学 这首先 我说了 需要具备的知识 就是比其他的专业要多得多 第二 要一切对一切的东西 一切现存的东西 持怀疑态度 那么分析他 对不对 那么就是我们能够研究 大家习以为常的结论的问题 大家用一种新的眼光看他 这就是我们能不能搞音乐学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素质 所以我们音乐学干什么呢 就是透过各种各样的现象 来阐明他的本质 怎么回事 大家知道 土家族有一个跳桑 大家听说过没有 跳桑 什么是跳桑啊 我们在座有没有土家族的同学 有没有啊 有没有长阳来的 没有啊 土家族他一个很重要的 死了人以后 尤其是老人死过以后 所有很多人宰歌宰舞啊 热烈的不得了 我曾经带咱们戏的同学 去到长阳去采风 那么采风呢 那地方 因为我知道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跳桑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形式 那么它是一个风俗 也是它跟音乐也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后来我到那去带着去采风呢 没有见到跳桑 什么原因啊 没死人 于是呢 我们就找一个几个农民 说你跳上跳下来看一看 我们在一个农民家里 在那门口 因为这个 他说我要去问问我妈 好 进去以后 他一会儿出来了 他说不行 我妈不让 我说为什么不让 我妈 他说了 我妈说他还没死 我让 我说咱们没办 咱们到一个 跑那山坡上去 跑那个山澳子里面去跳 我给你钱呢 一个人给五块钱呢 当时那些 早写年来五块钱还挺值钱的吧 好 最后他找了四个人在那跳 看着也挺好看 但是呢 不是 非常的 看不出所以然来 就那些女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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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 对吧 好 于是呢 那夏天很热 巴一份 于是我们就 我们去到那个农村去 是坐那拖拉机去的 带着我们全班的同学 当时班的同学比较少了 二十多个人 坐拖拉机 刚刚到回到镇上 刚刚开始吃饭 那个镇文化馆的一个人赶快过来了 说赶快走赶快走 死人了 我们饭没吃完 立刻坐上那个拖拉机就去了 哎呀 看见那个满山遍野都是人 然后到那个地方是 一进去 那个人就迎接 很多那个家的死人的 就迎接我们 然后放了鞭炮 然后请我们吃 吃饭 我一想吃饭 是不是要给钱呢 也不知道 我们带的钱也不够 吃饭怎么办呢 就不吃了 说我们吃过了 然后再看 于是很多人在那 宰歌宰舞 他在这个堂屋的那个地方 这叫堂屋吧 这个是超南的中间那个 然后里面一个棺材 前面一个小桌子 上面放了一个水果 一个一看是个老太太的 一个照片 然后有人翘鼓 其实人在那 跳来跳去 很多人很高兴 大家想想 汉族有这样的事吗 汉族有没有 那为什么土家族 会有这种现象 会有这种现象 跳丧 那么他们在他们意识中间 老年人代知道 红白喜事 听说过吧 红白喜事 红喜事 就结婚 白喜事 就是老年人去世 是不是 那么土家族 他们就认为 年一大了 他是升天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 那么于是 在土家族 他有这个跳伤 他跟他的民族 风俗有一定关系的 而汉族不是这样的 汉族了 老人去世了以后 他就在那地方哭 对不对 而且哭得越 觉得越凄惨 哭得时间越长 说明这个人怎么样 越孝顺 所以呢 这是好的 这就是一个民族的不同 也导致他的音乐的不同 我们刚才讲了 汉族如果在那哭 代理知道光哭吗 他怎么样呢 实际上在那拖着枪 在那有点像唱歌呀 对不对 那么于是 大家也知道 民歌中间有一种形式 叫什么 不是这个叫 长歌 对不对 有个长歌 民歌中间 有一类是长歌 一唱唱很长时间 那么这个 你哭的时间越长 你唱一唱 就说明你越孝顺 而跳伤 这是一个 他的音乐 他的载歌载舞 除了他有音乐 他还有舞蹈在里头 只是一个大鼓来伴奏的 而且那个是一个 令我很震撼的一个民俗 那么这种 就是我们音乐学 要研究的一个问题了 研究 为什么他在这个时期 他老人确实 由大家要宰歌宰舞的跳 宰歌要唱 那么这个 他的本质是什么 他的规律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音乐学 要透过与这种现象 有关系来阐明 他的规律是什么东西